所以清末以后的成堂只晓得插一个死的话头念佛日水了 插公案就比较横哨横哨 那么过去呢 明朝之间插公案比较多 清朝以后插死话头了 这个就是公案 白将怎么开吻 然后鼻子鸟痛了 他就说你怎么再不说飞过去了呢 白将不打发了 马祖还在门口看风筝啊 做什么好没有记载啊 白将就离开跑会 放开在他的廊房里 就痛哭起来 哭了 这一哭啊 同学们也好 同学请证室 问他 你怎么哭了 你想家啊 想回家过年 那你想什么 为什么哭了 他说我的鼻子跟师父扭通啊 这个同学们想这个也不是了不起的事 师父平常也不会把我们的鼻子好好的都没有扭过 怎么这么扭去你的鼻子两几块 他跑去问马祖 马祖听了笑笑的 他说 哎 师父 什么事啊 什么事啊 我们那个海师兄啊 再放开了大扑位 我问他 想回家吗 他不是 他说 你把他鼻子扭通了 这个马祖打开了笑了 他会了 他会了 是传宗的腹发一点 没有用什么 网章啊 你们这些大书评念的 讲一句话 通通的文句 弄个东西来 又说 供养了 给你就给你了嘛 什么供养 供的什么养啊 弄个东西来 这个都发生了 发个传 我要 你给我好不好 干脆拉倒 我这个人不会读书 在书来讲真话 你们书阅读多了 满口的书话 一口的书女 人家都听不懂的 他说 你看传宗总是讲话 马祖说 人家说 海事这样 就是说 哈 白账 毁了 这个书师兄弟 跑回来 快着讲 哎 什么书了 书师父 书女 毁了 他就 哈哈 大笑 所以啊 一下哭 一下笑 为了什么 这个古诗后面 哈很多啊 他还是教教 做事责 这下做事责 不同了 马祖是 大产师 向他们说法 他两个师徒 白账 跟马祖盖盖 丛领 创败的宗教 就是副教的宗教 革命家 不管一切 就接了 所以大家集体共收 那个时候还没有起来残堂 就是集体一起收 大家种田 自己自弄生活 这个丛领制度 就是他两世的 所以丛领将白账称规 就是他搞的 就这样子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